印度空气污染问题仍不见明显好转 尤其是首都新德里 污染水平一度达到相当于一天抽五十之烟 环境空气质量短时间改善后 再度跌到严重污染水平 据英国广播公司11月25日报道 印度最高法院当天表示 全世界正因空气污染问题嘲笑印度 最高法院呼吁新德里市政府提出一项计划 十天内在整个城市安装空气净化塔 十月以来新德里的空气质量急剧恶化 主要原因是新德里周围及乡邻各邦 农民秋季收获庄稼后 在田地里燃烧残余物 烟雾造成严重空气污染 排灯节燃放烟花家具污染 当地民众纷纷戴上口罩防雾霾 专家认为环境状况再度恶化 是因为风力减弱和气温下降 据官方数据 印度北部每年至少有100万人 被雾霾毒去生命 最高法院认为 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 对未能控制新德里市和临近帮农民 焚烧农作物仪式负有责任 另外在过去一个月中 汽车排放的危机 建筑和工业飞机 也是导致空气污染的原因 报道提到 预计未来几天 新德里市有降雨 能改善当地的空气质量 今年十月以来 印度空气质量持续恶化 空气污染对抗雾霾 成为媒体上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与此同时 学校停课 工地停工 首都新德里还于11月 推出私家车现行措施 按照单日单号车上路 双日双号车上路的规定形式 印度环境污染预防与控制局同时要求 国家首都区 没有使用清洁燃料的洗液 在15日之前不得开工 包括碎石城等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发布的空气污染数据显示 2017年 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5座城市中 14座在印度 其中坎普尔排名第一 新德里排名第六